新款少带您关心的是 撞车之后没人理吗 这独家报道 时间回到上礼拜一的凌晨 一名83世的阿嬷 疑似先吃了安眠药之后 骑机车 结果途中先是撞倒停在路边 两台机车之后 她自摔了 结果倒在是非常危险的 马路正中央 夸张的是 阿嬷足足躺在那10分钟了 才出现好心人帮忙报警 而事后还回顾也发现 原来意外发生没多久 就有人看到了 但却选择冷漠 没有理会 骑士往前直冲 撞倒两部机车之后 自摔在马路正中央 脚被压在车底无法动弹 躺在路上足足10分钟 才被一旁的住户发现报警 当时阿嬷就是骑车 经过这条巷子撞倒了 停在路边的两辆机车 其中一辆的车牌甚至因此凹陷 10号凌晨2点多 823岁的林静妇人 骑车在高雄凤山中山东路 一条巷弄中自摔 波及了两辆无辜机车 邻居就是有听到声音 那有下来帮她报警 因为她撞到之后 她就倒在地上没有醒来 那原警是有说 她那天是我吃产免药的 骑车不忍而致撞 经酒车无酒精反应 受害的李小姐 机车手刷车和面板都被撞坏 维修报价要3850元 控诉无法联系上肇事者 担心求床无门 家里的人全部都 关机跟不接电话 记者实际联系 肇事阿嬷的家属 手机也是关机状态 您所拨的电话无法接听 请稍后再拨 夸张的是监视器拍下 事发一分钟之后 一名骑士经过 看到富人倒地 居然疑似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绕过阿嬷和倒的东倒西歪的 三辆机车直接离开 其实没有下车帮忙 也没有协助报案 万一富人伤势严重 恐怕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让人忍不住觉得真的好冷漠 记者苏一婷 旅中人高雄报道